大家好 我是老四 这么说过 头一回啊 挺紧张 真的 我就是一个拍短视频的 但是吧 我不至于像雪芹 总那么接受自己 我是网红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优质短视频创作者 我平时不上台 这是人生中第二次 第一次是我结婚的时候 这两回都是我媳妇逼的 因为 因为有孩子嘛 都得挣钱嘛 第一次也是因为有孩子 我紧张的其实不是我想晋级 我紧张的是我怕你们不笑 我现在好多了 我平时就是喜欢还原 一些生活中的场景 因为我愿意观察生活 我从 我观察一晚上呢 除了有两个落后背的 还有一个没笑的 那没笑的坐那儿的 那个大妈 最后一排第三个 跟谁来的也不知道 是跟你来的吗 你孙女领你来的 男朋友是约了 把你整来了 我刚才坐那 我看你一个劲打哈去 我快点说 你也快点 数字大了 学校也早 所以我上台的方式 跟脱衣秀演员 气质不一样 脱衣秀演员上台气质 学一下吧 刚才护兰PK 整得我挺激动 先学护兰吧 不用放音乐了 直接就入戏 大家好 我护兰 喜欢看这个呀 喜欢看模仿秀 再来一个 谁呢 来 你说的人我都不认识 不能连电了吧 别真整了 来庞磨吧 直接入戏 大家好 我是庞磨 大家好 我是庞磨 我是最帅的 退伍性演员 我从中学到玩 你回去看一遍 快进 就是一个三角形 啥呀 快进 就是三角形 它有点像东边二人传 我是庞磨 我是最帅的 脱口秀大王 基本上是这样 李淡 李淡呢 李淡也不行 我不找他愿意喝酒 那个效果文化 老板叫 叫 叶峰嘛 对对对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其实 选手关注的 都是内容 我关注的是人 他上来之后 反正他在我面前换 我就感觉 他有一种气质 就是特别有钱 就是我这样 我设计一下吧 就是我从那边走过来了 他就好像讲话 然后你们看着 我到这会儿我说 大家好 我是叶峰的时候 你们就有一种感觉 就像我 看着钱一样的感觉 主要是 微表情 一定要在我说完 大家好 我是叶峰之后 再有反应 大家好 我是叶峰 杉 finite 李奇也来了 晚上 早点小酒喝一喝 我完全没让狗来的啊 我全是尽性来的 license都亮了 我就说到这儿吧 谢谢大家 喂 大家好 我老四 谁有认识我的啊 上一期PK赛挺残酷 其实大家都想找个软式的捏一捏 选择跟我PK 晋级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没想到我直接晋级了 他们没PK饶我 他们看我晋级之后 带电区的选手表情都这样 只有晋级区的护兰的笑声最真诚了 是啊 是啊 我就说你按这下来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是啊 对 对 对 太像了吗 观众吃不吃啊 观众吃了 观众吃了 其实赛前我挺没有底的 但是建国还挺会假客气的 建国 假惺惺跟我输的 别ืoren的 太凶了 啊赞整整体了啊 我咋接啊 我的天 是不是我觉得 我看你那稿子 我觉得够用 你就按你那风格走就行了 我说你咱咋看的 我还没写呢 我还算后 李大人还给我含鲜几句 太长了 我好想我 我踢你跨得起来了 说吐鲜几个怎么样啊 笔排断了有意思吧 还有更有意思的事呢 我说啥呀 喝酒啊 这回回到主题赛了 我这首主题赛 保持距离 保持联系 这不就是说我和我大姨夫的妹夫的事吗 那小欠我钱半年了 他和我说 我和他说保持联系 他和我说 嗯 保持距离 刚开始管我借钱的时候态度老好了 老四啊 你手头宽不宽着 给我串一万块钱呗 我一个月就还你 哎呀 我说哎呀 那有点紧呢 不行我先给你拿一半 拿五千你先用吧 到了一个月他也没还我 我去管他要钱的时候 我反而变得很被动 哎呀我说长海 手头宽不宽着 你赶我那五千块钱啥还 哎呀 这手头有点紧呐 要不先给你拿一半 拿两千五你先用吧 下回就是一千两百五 完了就是六百二十五 这辈子他也还不上我 我就寻思 受制鱼不如受制鱼啊 我赶紧拉他这点钱吧 要不是钱还不上 我俩就成立一个公司 果然他也不跟我借钱了 这回改报销了 活也不干 完了公司的应酬完都得我去 我见过老多酒鬼了 第一种就是喝酒 好吹牛的 站等会儿 兄弟 咱哥们说心里话 人家这么长时间 女的我们说不能惯吗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心里话 哥呀 我最近媳妇感情不好 我想哭我都哭不出来 第三种最烦人 喝不多坐着就看笑会儿 再喝点就哭了 谢谢大家俄罗斯 谢谢